你好我是Joyce 大马航空委员会Mefcom已经宣布 从下个月也就是6月1号开始 将会调整乘客服务费或俗称为机场税 同时所有机场将新增一项转机乘客服务费 而国内航班转机乘客服务费为7令吉 尽管如此政府今年继续会为一个群众 那就是政府大学学生提供300令吉机票补贴措施 交通部宣布这项名为大专生机票补贴计划FlyCISWA 在这个月初便开始恢复申请 只要是在高等教育部旗下的政府公立大学 理工学院、社区学院以及大马教育部旗下的 预科班学院Metriculasi和师范学院的本地学生们 都可以申请这项补贴计划 不过这项补贴计划只是给来自东马前往西马学习的大学生 又或者是来自西马前往东马上课的大学生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 所有符合资格的学生必须要在今年11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 并且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兑换机票电子优惠券 这项申请只适用于马航Malicia Airlines 亚航AirAsia 巴迪航空Bate Air 飞银航空Firefly 以及马航飞翼航空Maskwings 至于是否符合资格 大学生可以浏览subsidioudara.mot.gov.my 输入身份证号码和大学名字查询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道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